有臺灣的旅行團在南韓的濟州島發生車禍 他們拉承的遊覽車和卡車碰撞 把路旁的紅綠燈給撞倒之後 還衝上人行道 業者表示車上乘客當中有七個人受傷 目前都已經出院回到了飯店 會持續的關注旅客的商事 來提供必要的協助 從建設器畫面可以清楚 看見一輛行駛中的遊覽車 就這樣被闖紅燈的藍色卡車 從側邊猛力撞上 遊覽車先是失控撞倒左側的紅綠燈後 再衝上人行道 卡車的車頭也嚴重凹陷 這裡是韓國濟州市朝天一山一里的十字路口 而這起事故遊覽車所在的 正是國內旅天下旅行社所辦理的韓國團體旅遊 住釜山辦事處 本日下午接獲濟州東部警察廳告知 受傷國人目前分送六間醫院進行治療 外管同仁已經與領隊取得聯繫 目前暫時無需外管協助 業者表示 該團是五月二十四號出發 濟州島四天的行程 包含領隊在內共計三十四位 二十五號上午在濟州島東部遭違規的車輛碰撞 已在第一時間啟動緊急應變機制 受傷的旅客也送往醫院治療 這次受車禍影響受傷的旅客共有七人 現階已出院返回飯店目前一切平安 這家旅行社也都有依規定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 意外死亡險新台幣五百萬元 意外傷害醫療險二十萬元 根據韓國警方初步的了解 確認無人重傷兩名司機均無酒駕 觀光局則表示 本案旅行社有投保旅行業責任保險 已熟請旅行社應妥善處理旅客照護事宜 持續關注旅客的傷勢 記者為陳昌文推報報導